好,來,我們繼續 所以剛剛我們算到了 我們講到這個 Android的B 是它的主力計 然後我們可以用分量的形式 來去做計算 好,那所以呢 其實內機的意義 就是Don't Product 內機的意義 或存量機 或有算點機 它意義 其實是這樣子 黑向量 黑向量 這個部分呢 就像這個綠色的 投影在B向量上 就變成更短的綠色 有沒有 這一段乘上這一段 就是A投影在B上面的長度 乘上B的原來的長度 就是我的背肩依應 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B向量 B向量是這條這麼長 對不對 投影在A向量的方向 A向量不夠長 那五花延長線 投影過來 所以B向量在A上面的分量這麼長 乘上A向量 那就是新的所謂連動能力 好 那這個例子呢 最簡單的 就是 我們在講什麼呢 比如說 我們拉一個行李箱 對不對 那這是你施力的方向 這個是 你拉動它位移的方向 對不對 所以呢 你所做的功 假的假的翻腳的話 所以呢 其實就是F 去DOT 什麼 內積X 對不對 所以就是F x cos 5 真正作用在上面的這個力 乘上A位移才是所作的功 對不對 其實是內積要講的事情 這前年有多許過 這年間不是要跟著內積而已 你知道嗎 好 所以 你可以把A動的比起來 Acos 它 A投在B的分量是Acos 或者是A乘上A B投在A的分量是Bcos 很簡單 意思都是一樣 好 那當然 那個內積告訴你一件事情 假設我兩個向量的假角是0的話 那 我這個 投影在另一個向量的分量 當然是最大 因為百分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那個值位是最大 那如果假設兩個差90度呢 那如果差90度的話 它投影量最小 對不對 所以兩個內積就會可以 好 所以課本就很範圍一個問題 他說向量C跟D 它的量值分別是三個單位 那他想要問 假設有C向量 不對 假設有一個向量是C動的D的話 他想要問說 如果C動的D等於0的話 請問一下它們的假角是多少 以及C動的D是12 它的假角是多少 最後一個是C動的D是-12的時候 它的假角是多少 所以 C動的D等於0的話 代表什麼 垂直 對不對 那C動的D等於12 因為C跟D分別是3跟4 所以3乘4是12 所以它是最大值 所以兩個是怎麼樣 平行 那-12呢 反平行嘛 對不對 方向不一樣 所以就很簡單 好 這應該沒有問題 好 那再來再講這一個 這個比較多人常常會算錯 那未來 你們要處理的這一個 在工程數學上 或是在 我想你們在 土木在講定義的時候 這種東西就常常在用了 這個算法你們就要會囉 好 那我們另外講一個 這個G呢 兩個向量不相乘這個G 那叫做 Maker Product 就是所謂的向量G 或者所謂的外G 那又有一個叫XG 那我不喜歡講XG 因為中午的時候講XG 我們就吃叉燒油肌對不對 XG 那比較少在用嘛 就外G 好 那外G Cross Cross就是十字架的意思啦 就XX的意思 外G 好 那這個YG呢 就是兩個向量 就是一個A向量 一個B向量 那它夾的夾的夾 那它的這個值會為什麼 C 是兩個外G的向量 就寫AVSci-Fi 好 那這樣子還沒有完喔 這樣還沒有完喔 這是什麼意思呢 C的AVSci-Fi的話 我來畫一張圖 假設 來我畫上圖 A向量 我不要畫這樣 不要畫 這樣 來假設這是 B向量 這是 A向量 對 A x B 你可以想像 假設這是在一個平面上面 這是在一個平面上面 那這平面長的這樣子 那平面長的有反向量啊 平面的反向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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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今天我去計算A x B的話 今天我去計算A x B的話 假設我一個C的像是C像量 那是可以寫成A x B 那因為A x B呢 它的量值 它的量值 會等於什麼呢 A x B Sci-Fi 假設這角度叫Fi 那它的方向呢 它的方向呢 它的方向呢 它的方向必須垂直於A 也必須要垂直於B 所以呢 為什麼要畫一個平面 因為如果A跟B在平面上的話 只要我的C像量 跟它的平面的反向量平行對不對 這保證跟這兩個垂直嗎 對不對 所以新的C像量 它會平行於A跟B 所構成平面的反向量 這樣就要這意思嗎 所以呢 它的方向是什麼呢 我的C的方向是 AB平面的反向量 AB平面的反向量 那方向 然後方向 它也可是反明 如果A x B的話 我們用的規則 就是用右手的規則 它這個方向的話 可以的 用RRIGHT EN 2 右手規則來決定 我們去做close的時候 注意到下面是尾巴 尾巴相連 然後呢 想說A close B的話 我們就用右手來接近他的方向 好 那這個close呢 其實呢 你們給你一個概念 其實講什麼東西呢 一瓶水 對不對 它有瓶蓋嘛 對不對 我們的close是什麼意思 右手嘛 對不對 開瓶蓋 你要怎麼開 我這樣轉嘛 對不對 我是逆時針開嘛 所以我逆時針轉的時候 瓶蓋就會朝上走 對不對 順時針呢 瓶蓋就往哪裡走 往下走 對不對 所以其實它又叫做瓶蓋法則 它就是開瓶蓋的概念 所以什麼叫做 外積 外積的話就是開瓶蓋 然後它進行的方向呢 是怎麼樣 大拇指的方向 好 所以我們來看喔 好 課本就畫一張圖嘛 對不對 A向量 B向量 A close B A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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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se B向量 它的方向呢 一定 我這樣轉的時候對不對 我的方向一定跟著方向垂直嘛 對不對 你轉瓶蓋的時候對不對 雖然你是這樣在旋轉 它的瓶蓋是朝上走的 這樣了解嗎 所以A close B 它就是 怎樣 用你的四指 從A方向轉到B向量 那它移動的方向呢 是朝上 新的向量的方向是朝上 那B close A呢 B close A它就會轉過來 所以我剛剛講這個平行 不進來全對 它可能是反平行 對不對 看你是A close B或是B close A 可能是平行或是轉平行 所以這就是 A close B的做法 新的形象在這邊 這是B close A的做法 從B轉到A 所以它會往下走 所以由這個你就知道 剛剛我們在內積DOT的時候 A到B跟B到A 是沒有關係的 順序無關 這裡就有關了 你轉瓶蓋 你這樣轉 跟這樣轉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注意到 我們的外積COSPAD檔 它是不可以怎樣 不可以COMICATED 不可以互換的 它不可以互換 所以B close A 會等於負的A close B 會差一個符號 所以你在做外積的時候 不能亂換 那你們在寫方程式 寫計算的時候 順序就不能亂換了 有時候你們在寫方案式的時候 順序就亂換了 那你前面寫XX或寫一個點 會音義完全不一樣 你寫點可以互換 寫XX就是COSPAD 就是不能互換 這點要注意到 好不好 那外積呢 外積水 外積到這樣的概念 我們IJK三個分量 IJK三個分量 外積的話是 你想想看 我們轉平帶的時候 如果一開始起始的位置 我這隻手是起始位置 一開始的起始位置是這邊 然後呢我轉過之後 位置還是在這邊 表示怎樣 我根本連轉都沒有轉 對不對 所以兩個平行的時候呢 你的往上移動量是多少 0嘛 對不對 我一開始在這邊 那我轉到這邊來 所以當然就是有往上移動 對不對 所以外積怎麼樣最大 90度差最大 對不對 一次轉90度是需要最大的 對不對 後來我們講這個扭力有沒有 有沒有 反手在扭的時候 是90度實力 最好實力 對不對 0度呢 就最不好實力嘛 對不對 所以這其實在講扭力 拍平概或是扭力的概念 所以外積 90度會給你最大的值 因為它賽掰 對不對 所以 I COS J J COS K K COS 這些 會有值 那 I COS I 會等於 J COS J 會等於 K COS K 等於0 這些都沒有值 好 那 問題就來了 I COS J 的方向是哪裏 好 來 真的換上圖喔 好 我換來一點啦 就是I 就是J 就是K 來 I CLOSE J I CLOSE J 現在方向是什麼 K嘛 對不對 那J CLOSE K呢 J CLOSE K 方向是什麼 I嘛 對不對 K CLOSE K CLOSE K CLOSE I 方向是J嘛 對不對 那 互換呢 互換會差了什麼 負號碼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呢 多兩種概念我們就可以來算 他用分量的算法 這你們會遇到非常多次 以後 很多地方都會遇到這個東西 好 好 那這個東西什麼呢 假設我是A CLOSE B的話 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以寫成 AXI 加 AY J 加 AZ K B SI 加 BY J 加 B Z K 好啦 這兩個 我現在要給我CLOSE 補號 剛剛前面DOT 會剩下三下 那現在CLOSE 會剩下幾下 會剩下幾下 現在兩邊都是3嘛 3x3是9嘛 對不對 那要破掉幾下 破掉幾下 要破掉三下 對不對 I CLOSE I 0啊 J CLOSE 0啊 K CLOSE K 0啊 對不對 所以你會剩下什麼 而且他剩下的還要有方向 對不對 所以如果I方向的話 顯然 x的都不會出現 對不對 顯然x都不會出現 好 那 我先這樣算 我們先一個人來算 AXI CLOSE EXJ 沒有值 對不對 AXI CLOSE BYJ 所以 AX BY 然後呢 I CLOSE J I CLOSE 是K嘛 K方向 對不對 好 AXI CLOSE BZ K 所以這會有值 對不對 加上AX 然後BZ 然後I CLOSE K呢 I CLOSE 是-J嘛 對不對 -J方向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跟這三個層嘛 所以剩下兩個嘛 對不對 好 再來第二個 AY J 跟B X I 這會有值 對不對 所以 AY 好 A Y B N X 好 J CLOSE I J CLOSE I 整個符號 我們的 K 好 AY J BY AY J 這不會有值 對不對 AY J BZ AY BZ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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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Z 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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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Z K BZ AZ ABZ ABZ AZ BZ BZ AZ BZ 整理一下這個式 這個會不會算 會算嗎 你們高中是不是有另一種算法對不對 高中怎麼算 高中這是怎麼算知道嗎 還記得嗎 你們用過行列式算過 有人是用二乘二的 會不會用三乘三的行列式算的 有學過也沒學過嘛 就我所知應該有的 教二乘二把三二乘二加在一起 用一個三乘三的會不會算 這邊可以擦掉嗎 擦掉喔 還是教一下齁 因為你們這一個會用到齁 就是很看高中 還是高中會教的人不會教齁 如果我要去算 我先到旁邊一點好了 A項量齁 它是 A-X-I-A-Y-J-A-Z-K 音效量是 B-X-I-B-Y-J-B-Z-K 那 A cross B 可以寫成什麼呢 第一行 一個屬於百巡邏定的 三乘三的行列式 怎麼寫呢 第一行 寫的是你的方向 I J 看 第二行 外肌的第一個項量 A-X A-Y A-Z 第三行 外肌的第二項量 EX E-Y 好,這個行列是不是算? 有沒有學過三乘三行列是怎麼做嗎? 有嗎?有學過嗎? 沒有學過對不對? 有沒學過有沒學過 好,這個行列是怎麼做? 它分成前半跟後半 最剛才學起來是你們後面很多老師就當作你們學過就直接用了喔 而且你們到時候在算偏微分方程的時候 算檔Plus那些東西的時候都會用到這個喔 所以三乘三未來是你們最常用的喔 所以怎麼算要記得喔 好,第一部分是正的部分 正的部分怎麼算呢? 來,對角線 第一個寫的是對角線 所以對角線是什麼呢? A,Y,B,Z I乘上A,Y,B,Z 所以我們把整體要寫起來就是 A,Y,B,Z 然後I方向 這是第一條線 那因為它是三乘三 所以永遠你去乘的時候一定是三個乘 第二條線在哪裡呢? I,這一個 然後呢,它跟哪一個? 跟這一個 這有兩個嘛,對不對? 我一樣對角線這樣畫 這只有兩個嘛 怎麼湊成三個 找到這邊這一個 所以呢,第二項是什麼呢? 加上 A,Z,B,X,然後是J方向 好,最後一條線,第三條線呢 是K 然後呢 因為I,J嘛 一定有到K 那誰還沒有算到? A,X跟B,Y嘛 對不對? 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加 A,X,B,Y 然後K方向 好,這是正的這一邊 拍個負的那邊還沒有算喔 這樣就結束了喔 負的那邊是怎麼樣? 從K開始喔 我這樣畫對角線 這裡到這裡 所以呢 我減去 減在 減在這邊 減去 減去什麼呢? B,X,A,Y,K 對不對? 所以 A,Y,B,X K方向 然後減去哪裡呢? 好,再來看J的吧 J A,X 所以要找另外一個 冒犯的是誰 四兄B,Z 對不對? 好 所以是 A,X,B,Z,J 減A,X,B,Z,J 好 好,最後一個 還有誰沒算? I嘛 I 還有誰沒有算? A,Z,B,Y 對不對? 這裡 好 所以是 A,Z,B,Y 然後呢 A,Z B,Y 然後呢 I 好 所以這個 外積的六項 又算出來了 這個我好像知道 有人會教 有人不會教嘛 對不對? 這個也算平行六面 體積的一個方法 你知道嗎? 空間中平行六面 體積的一個 體積的方法 然後呢 就整理一下 對不對? 怎麼整理? 來,用I的 這個是I 這個是I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看J的 這個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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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呢 最後這個是K 這個是K 哦 然後湊起來 一樣會得到一個 這個四肢 哦 好 有沒有問題? 會不會算? 學過的應該沒有問題啊 對不對? 沒有學過的 記下來哦 沒有學過的 可以嗎? 可以嗎? 清楚哦 清楚哦 好 好 那我們就來看 那同樣問題 他只是再問一次 他只是換成外機 對不對? 他說限量C跟D 量子分別三跟四單位 那他想請問一下 下面C crossD 他的這個角度 應該是多少 第一個 如果C crossD是0的話 感覺怎麼樣? 平行 對不對? 在這裡